大家好 欢迎来到董地凯移民资讯分享 现在我们在AIDA的年会现场 今天是年会的第二天 大家好,我是Joseph 我是Rebecca 我们刚刚attend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 他们请了他们的长官出来和大家分享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 主要的内容是 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不能加快处理所有案子的速度 他们长官在前面几千个律师都在观看 因为这个是对他们的客人 对我们整个移民世界实在是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到底他们说了些什么 其实我们能看到 无论是律师公司还是员工 我们都在等待 希望能看到处理时间的减少工作效率的增加 其实前几年近几年 劳工部他们也一直都说 我们会增大人力资源 雇更多的人 加快更新他们的系统 来提高这个工作效率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时间 它有变短吗 根据最新的数据 PERM的处理时间非常的长 往往现在已经要超过一年 约等于差不多是要到393天左右的时间 如果不幸被选中了审计的话 这个时间就要被更加的加长 要差不多16个月左右 而PW2的处理时间也是要7个月这样 劳工部的会议中表示 在2023财年各个项目的申请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在2024财年 比如说H2A H2B 他们有着巨大的增长 来占用了他们非常多的工作时间 像这一类的项目有法律规定 一定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 因此他们不得不将他们有限的人力 财力更多的去放在H2A H2B这些项目中 因此不得不将资源从PARM和H1B项目中抽调出来 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个预算的问题 劳工部的预算并不是由费用所驱动的 因此预算并不会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而增加 劳工部已经向上申请能够获得300万美金的预算 但是目前国会还未有批准 尽管劳工部会收取H2A等相关费用 但是他们自身其实并不能保留这项费用 劳工部说他们已经有向国会请求能够保留这部分收取的费用 还有一个原因是新系统的引入以及新的申请表格 比如说ETA9089实施的并不顺利 导致了实事上的延误和系统上的混乱 这些劳工局Department of Labor 站在所有我们律师面前解释的一切 都是很understandable的一个excuse 但是最后还是一样 排期还是这么的长 处理时间还是这么长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困扰 因为不像其他的移民案件 一个礼拜几个礼拜几个月就批准 要是出错的话重新可以重送 这个事情一等累一年半两年 要是出错导致拒绝 从头开始 那对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客人是多么伤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这么慢 传统以前我记得有快到四个月就处理完 现在变成这么久 也就是说现在像这样子Department of Labor 要是一直没办法改良的话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都一直这么长 那变成案子要做得非常的完美 每一个案子都要做三遍四遍 来确保你才安心 对不对 你的Wage Determination 你的Labor Cert 你的Advertisement 全部都应该重复的做 因为时间你拿不回来 那是可以做的事情 你可以重做 不过现在就变成一个情况了 大家要是都像我们这样子做的话 那原本已经有这么多的Application 那又变成30% 变成40% 概念是 你原本排队 这个排队排那么那么长 那你要是可以排很多队的话 那大家都排很多队 那全部的Line都变得更长 对不对 所以变成这个问题会衍生更多的问题 所以Department Labor一定要改良 否则这个等于 等于美国就没有EB2EB3 劳工应聘申请了 变成因为这个Line太长 所有人都是申请EB2NiW 国家利益货面或者是杰出人才了 对于申请者和雇主来说 长时间的等待也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压力 和很多的不确定性 也希望劳工部能够增加人手和资源 来应对着巨大的工作量和申请量 来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大家的等待时间 也谢谢Ela能够请来老公局的官员 来到当场跟我们当面解释这样的情况 也是缓解大家内心中一部分的焦虑 让我们更加清楚全面的内容 也非常谢谢Joseph律师 给我们转达分享行业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